大家好 欢迎收看文美集团美国升学直通车 那么文美集团美国升学直通车是《洛杉矶华人资讯网》 和文美教育集团联合制作播出的 北美首档的大型网络直播的教育节目 在我们的节目当中 你将会了解到最新最权威的教育资讯 还有升学的建议 无论你是学生还是家长 有任何的美国升学教育问题都可以给我们留言 文美集团是美国著名的大学申请及规划辅导机构 20年规划经验 全网200万家粉丝关注万博士教育讲座 在美国洛杉矶 纽约 芝加哥等12个城市设有服务中心 为广大华人子女提供教育服务 文美集团专注于12年级名校申请 及6到11年级大学提早规划服务 教育学博士加常春藤名校面试官顾问团队 中美双顾问模式 为6到12年级学生提供最好最全方位的大学规划服务 欢迎大家扫码关注文美官方微信公众号 若和文美的客服互动 请添加微信号文美集团的全拼音 文美的咨询热线是18888-789-0942 今天在我线上的是文美集团的教育总监万博士 万博士好 主持人好 欢迎网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们作为现在的申请人 其实我们就要想办法告诉大学的招生官 我有当美国总统的潜力 我有当亿万富翁的潜力 我有当科学家的潜力 我有当画家艺术家各种家的潜力 是吧 那你告诉他有这样的潜力 他才会认真的来对待来看待我们 所以这个我觉得就是说咱们在如何展示的这个过程中 当然最终是要靠大学的这个文书来体现的 那就像主持人讲的 因为最终你是要落实到文字上面 那么除了前20的大概十来个学校有校友面试之外 其他的几乎所有的大学没有面试 就是通过看你的这个大学申请表 看你的这个家庭的背景 情况 学校的记录 成绩 课外活动 简历 以及最后那几篇文章 他就要做出决定 是不是录取 对 所以这个最终的表现形式 除了在你过去的三年的不断的准备 提高自己综合能力方面 你做到最好 让他们觉得你有这样的潜力 最后还是要落实到文字上面 就是你会不会表达 你能不能表达的到位 你表达的好不好 是不是 我经常用一个例子来举例子 就是说一个演员要去舞台表演 那舞台下坐着很多观众 那么你会不会化妆 你会不会你的表情如何 你上场你是不是怯场害怕 你表现出来的水平 是不是和你平时练习的水平是一样的 甚至你上了舞台会超水平发挥 是不是 那这些其实都是 但是如果把它比作一台舞台剧的话 那么这个大学申请表就是你的这个舞台 那么你要用一个文字来表达 所以在我们在给孩子进行这个辅导的过程中 我是把前期的准备工作 和后期的这个大学申请文章的策划 是摆在同等重要的位置 我最早在十年级的下学期 我就已经开始带着孩子们去总结 他应该如何表演的这个问题了 那么这个越长期的一个舞台的一个准备和表演 才能够让台下的观众认可你 以及你才能在舞台的最后一刻 发挥出你最好的效果 所以这个从我们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大学申请规划的角度上来说 第一点就是要早做准备 第二点就是要知道大学在要什么 那这些东西如何通过我们的实际行动去实践 然后取得一定的结果 然后再如何通过文字能够体现出来 这个就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再给大家具体解读一下 万老师说的很重要 你怎么能够向大学展示当美国总统的潜力 那当然了说总统是有点夸张 有点这个非正式的一个表现 一个学校也不可能培养出2000个总统 一年也不一定有一个总统是吧 4年才有一届一个新还不一定新的总统 如果他连任要8年才出一个总统对不对 所以这个总统的话一般来说的话 他代表的其实就是我说的领导力的一种体现 如果在各个方面体现出孩子具备非常高超的一些领导力 那么人际沟通交流能力 团队协作能力 这些能力你就应该可以让赵生官看到了 这些应该是你重点要展示的方面 你应该是要重点展示的 那么这个关于科学家这方面 他所代表的其实是你的一个学术的能力 或者你在某一个领域的研究的深入广度 以及取得了一定的科研也好 或者说一些比同龄人取得了更大的成就也好的一种体现 当然我用科学家来代替 那么成为亿万富翁 百万富翁 千万富翁 这个事情你怎么来体现 是吧 当然了我带的一些学生 我们就有这种带着他们开公司创业的项目 这个就是一个很典型的 你说你想寻找未来能够成为亿万富翁 那我就是你看我现在已经是某个公司的董事长了 那你说我有没有潜力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虽然我身兼数职 又是董事长 又是首行执行官 又负责批除 又负责上货 但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对不对 是吧 我让你看到我有这样的潜力 那么这就是你在高中阶段可以做到的 很多的一些事情 所以为什么我们在美国感受不到大学申请的那种紧张的氛围 不像在国内说一高考全社会动员 整个的是吧 一切为高考让路是吧 总考证丢了 那这个警察叔叔要开着警车护送去找总考证是吧 这种情况在美国都没有 因为他把它化整为零了 一方面是化整为零 另外一方面 每个人都在想办法在课外方面做出自己独一无二的 因为我能证明当总统的方法 不能让你知道啊 要那就不零了 是不是 所以在整个过程中 所以这个大学申请在美国真的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其实每个人都憋着一股劲 那么反而是学习成绩这方面相对是比较公开的 那课外活动这方面是没有那么公开 是没有那么敏感 但是却无形之中 如果我们不重视孩子在综合素质能力方面的引导 那往往在这方面时间就更难追了 比学习成绩还要难追 对孩子的性格的塑造 我就说了 你想让孩子开公司 你想让孩子当主席 那孩子就能当的吗 对 它不是这么简单的 这是一个孩子应 我们家长在更早期需要投入的一个过程 那么当然在这一方面 也是我们文美集团的专长 就是在课外活动领导力这些方面 给孩子提供更多的一些资源和方法 和引导能够帮助我们的华人子女 在未来的这个高中生活中取得更大的明显的更好的一些效果 更重要的在最后的临门一角的这个包装的过程中 我们也会利用我们的经验 给孩子一个最好的展示 所以这个我觉得 常青藤在寻找什么样的学生 或者美国名校在寻找什么样的学生 请我们的家长记住 就是你要告诉他 我有当总统的潜力 我有当科学家的潜力 我有当亿万富翁的潜力 我毕业之后我要为你捐款 是不是 当然这里边还有稍微一个小细节 就是说你的家庭背景 其实对你的大学申请是有影响的 极端的两种都有帮助 我家里特有钱是一种帮助 我家里特没钱也是一种帮助 所以那天有一个家长跟我说 说这个汪老师 这咱们这个中产 我越来越觉得是最惨的 对 不仅要交最多的税 是吧 发现升大学的时候也不受待见 对 我既然是最穷的 也不是最富的 原来大学要不然想找最穷的 要不然想找最富的 最穷的才值得他们帮助 最富的他们有钱可捞 对 所以我们这中产太难太难了 太难太难了 所以呢 希望我们的孩子努力进到名校 取进了一个更大的一个圈子 能够给他们助力 让他们成为不是中产 而是一个有钱人 或者说在社会地位上成为一个名人 那么可能 他们的下一代就没有那么难了 谢谢大家 好 谢谢 谢谢万博士 确实这个 我们说可怜天下父母心 这个我觉得这个万博士 也是为他的学生 为这些 我们的华人子女 真是操碎了心 所以我们其实觉得 就是说学识这件事情 读书这件事情 就是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 那么到底是这个 什么样的一个 一条路适合自己 我觉得大家也可以来听听 万博士的这个专家级的意见 文美集团是美国著名的 大学申请及规划辅导机构 20年规划经验 全网200万家粉丝 关注万博士教育讲座 在美国洛杉矶 纽约 芝加哥等12个城市 设有服务中心 为广大华人子女提供教育服务 文美集团专注于 12年级名校申请 及6到11年级大学提早规划服务 教育学博士 加长春藤名校面试官顾问团队 中美双顾问模式 为6到12年级学生提供最好 最全方位的大学规划服务 欢迎大家扫码关注 文美官方微信公众号 若和文美的客服互动 请添加微信号 文美集团的全拼音 文美的咨询热线是 18888-789-0942 今天非常感谢万博士 与我们的分享 辛苦您 谢谢主持人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见 每个AM 中文 enfim 集中